而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今年五六月份许多的活动都因为疫情警戒而取消 协会也把省下来的经费和会员们的捐款 集结采购了800件的隔离衣和800个N95的口罩 捐赠给花莲县消防局和花莲警分局 希望能够增加第一线警消人员的防护量能 共同守护乡亲的健康安全 疫情三级警戒许多活动都取消 包括社团祭地行程也都受到影响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就把活动会议取消的经费节省下来 加上会员和企业的爱心捐款募集到14多万元 采购了一批防疫物资捐赠给花莲县消防局还有花莲警分局 国家进入三级警戒 所有的百工百业都受到影响 但是唯独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他们的工作量是不断的在增加 那不仅是要照顾自己也更要守护民众的安全跟健康 那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我们原定5月29号要召开会员大会 那因为是三级警戒 所以我们就取消大家的聚会 那另外就是我们本来6月27号跟28号 会办的会员的旅游观摩去宜兰 那也因为疫情也取消 那这两场活动我们有结余到这个餐会 还有这个餐会的这个费用 另外就是有关于要补助给补贴给会员的旅游的费用 那还有我们每个月定期都有公益的预算 再加上我们有收到两笔的捐款 所以整个加起来有十多万的这个经费 那我们想就是把这个转座公益 来支持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所以我们购置了总共有800组 就是有800件的这个隔离衣 还有800个N95口罩 那我们分赠给两个单位 收到来自社团的捐助 消防局长林文睿表示相当感谢 我们的防疫物资应该在安全存量是 6个礼拜一个半A左右是没问题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为以求谋 因为这个疫情如果控制得好的话 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万一有一种更 现在疫情就顺其万变 万一真的是像大家都所在担心的这个印度 印度的变种变苦 但一进来的话那个传染力是更强 希望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没有准备 我们感谢张一元及我们关怀学会的姐妹们 长期来对我们的支持 对消防的支持 我们也希望我们花蓮无灾无烂 花蓮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共捐赠了600件隔离衣 500个N95口罩给花蓮县消防局 花蓮警分局部分也获赠了200件的隔离衣 和300个N95口罩 理事长张美慧表示 防疫期间大家要齐心努力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严守防疫规范 全民一起来对抗新冠肺炎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